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 以及在我们现在在网路上面 收看直播的弟兄姐妹 还有我们可牧真理的牧道朋友们 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让我们今天一起继续的来学习 我们这礼拜的圣经的讲习 是有关于我们非常 对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真理 独一真教会 从第一天晚上 我们就有来谈论到独一真神 以及教会的独一性 所以我们也从创世 一直到新约 有讲到要怎么样可以成为教会 要经过大水的洗礼 耶稣宝血和圣灵见证的洗礼 才能够成为神眼中的这一个教会 那也在昨天呢 和大家分享了这个赤子题 叫做独一得救的真理 那因为当初神设立教会的时候 那只有一间 只有一个属神的教会 那怎么纵观现在全世界这么多的教会 似乎不合神的旨意 那所以什么叫做真的教会呢 那就是像是使徒这个时代他们的教会 使徒的教会耶稣所设立的 那他们所传的道理呢 就是使徒的教训 要传使徒的教训的 才能够成为这个独一的真教会 那这个昨天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有讲到 那因为现在这个我们最后有讲到说 因为使徒教会过后呢 那这个后面的人就传的道理 就偏离了使徒的教训了 看起来人数成长 甚至还列为国教 很多人成为所谓的基督徒 可是呢在神眼中因为道理偏了 偏离了所以那个教会就堕落了 所以我们昨天最后我们有讲到 这个教会最后是使徒的教会最后是堕落的 那我们会想说那怎么办呢 那没有关系 这个神呢在这个末世 他有按照他的拣选的安排 在末世要再次兴起他的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 独一真教会的次题目呢 这个写在 就是教会由两个时期建立 今天要学习的是 教会由两个时期来建立 也就是说神的安排之下 在使徒教会堕落之后 在末后这段时间会再兴起他的教会 那就是只有两个时段 那这两个时段呢都是同一间教会 就是独一的真教会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这个题目 教会由两个时期建立 那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 来一起来学习我们这个题目的朋友 你可能会有点太疼吐 因为我们就是要建立在之前 所讲的这些观念上面 那我们才会觉得说 原来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呢这样的说法呢 是有圣经的根据的 那首先呢我们要先从圣经的预言 来看 来看这个教会由两个时期来建立的道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 我们看西伯来书十二章 西伯来书十二章 西伯来书十二章 二十二节 西伯来书十二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诚意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有审判众人的神 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 并新约的中保耶稣 以及所洒的血 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没 阿们 首先我们要先来看一个 圣经的专有的名词 就是讲到有关教会的一些 在圣经会出现的词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几些词呢 我们可以指的它是教会 那因为这个二十三节 中间有讲到这个 天上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那长子之会 的那个会 就是原文就是教会 就是天上这些长子的教会 那也是单数 那表示从 上世一直到最后 那在天上的这个教会 那是只有一 那如果我们看 那在圣经当中会出现 这几些词 第一个看到的是 喜安山 如果您在圣经当中看到 喜安山 它可以指的是教会 第二个 永生神的诚意 第三就是 天上的耶路撒冷 如果您在圣经当中看到这几些词的时候 它就是代表着教会 那所以呢 我们要有这个概念 我们从喜安山 我们去看圣经当中的两个预言 两个先知同时期的预言 那我们知道 旧约圣经 那是要 它是要预言到 最后的日子 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读 才有需要认识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看到两个同时期的先知 的预言 首先我们来看 以赛亚的预言 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 以赛亚书十一章 第九节 以赛亚书十一章 第九节 第九节 在我圣山的片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这边是先讲到 神在圣山的状况 那上面有讲到 这个很和谐的状态 那在圣山 那如果我们参考相关的经节 神的圣山就是指责 席安山 那我们刚刚看到 席安山 那可以指责是 神的教会 那所以我们继续看到 第十节到十二节 第十节 到那日 耶稀的根 立作万民的大旗 外邦人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 大有荣耀 当那日 主必二次伸手 救回自己百姓中 所余胜的 就是在亚述 埃及 巴特罗 古石 以兰 士拿 哈马 并众海岛 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 召回以色列 被赶散的人 又从地的四方 聚集分散的 犹大人 阿们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是在神圣山会发生的事情 那第十节讲到 到那日 耶稀的根 立作万民的大旗 那什么是耶稀的根呢 耶稀的根 就是指着 耶稣基督 弥赛亚 因为他是 大卫的后裔 那大卫又是 耶稀的儿子 那所以 这个是 只要是基督徒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资料 都是这样子解释 耶稀的根 就是指着 耶稣基督 那耶稣基督 会立作万民的大旗 那这个大旗 是指着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 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 记号 红线放在这边 我们等一下会翻回来 这个地方 以赛亚书十一章 我们看 十篇 六十篇 十篇六十篇 第四节 十篇六十篇 第四节 第四节 你把旌旗 是给敬畏你的人 可以为真理养起来 阿们 这边讲的这个旌旗 跟刚刚讲的那个大旗 原文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在诗篇当中 这是人对神的一种 颂赞 那里面呢 有富含着 他们对神的认知 那说到这个旗 旗就是指着 所谓的真理 那我们再翻回来 以赛亚书的十一章 所以他说到 第十节说到 耶稀的根壁立作万民的大旗 那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真理会站起来 因为他就是传达 所谓的真理 那 外邦人会寻求他 那 这个是在旧约 这个以赛亚书的预言 那我们知道 在旧约 这个选民的观念 他们只认为 神是他们的而已 那 那外邦人是不配得的 可是这边看到 外邦人会寻求 那表示说 这个是在预言之后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直接的说 第十节 他是在讲 使徒教会的建立 因为耶稣基督 他设立了这个大旗 就是有使徒教训的教会 的真理呢 那外邦人会寻求他 那 他安息之所 大有荣耀 那所以 这个 这个当福音 传到 外邦 这个 所以保罗呢 在罗马书 十五章 十二节 就是引这一节 他在讲 外邦人 他要做 外邦人的使者 所以呢 他 那个时候 这个 以色列人 他们不相信 所以呢 他就去外邦人 那边传 也就是非犹太人 可能就是 今天的你我 就是这些 外邦人 那 所以在使徒时代 那个时候 福音传给了外邦人 所以才会来寻求他 那 安息之所呢 根据像 我们这个 诗篇一百三十二篇 那边记载 也是指着 习安山 那习安山 就是我们刚刚 所听到的 教会 所以 第十节 我们可以直接说 他是指责 使徒时代 教会的建立 但是看到 第十一节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转变 十一节又说 当那日 主必二次伸手 救回自己 百姓所胜于的 余胜的 记得 所以看到 第十节 跟第十一节 是两个不同的时间 已经养起来 大齐了 但是 第二个 十一节看到的 二次伸手 那并且 第十二节 讲到说 他必向列国树立大齐 大齐指着就是真理 所以 真理又再一次的养起来 树立起来 那并且 我们看到十一节 他的 这个范围是更广的 如果从亚述 埃及 巴特罗 古石 这些 其实已经到了 甚至到非洲 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那我们看到第二次 第二次伸手 救回的那个范围 是比第一次的范围 还要广 那也就是说 在第一次 神养起真理的时候 第十节 那指着使徒教会 那使徒教会 我们知道 他们最后呢 这个保罗 是他们认为的地籍 要传到地籍 是在那个西班牙 那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 看到保罗想要往西班牙去传 那是他们当时认为的地籍 所以只有传在这个欧洲大陆 当时的福音 只有传在欧洲的大陆 可是呢 我们看到第二次伸手的时候 他的范围 所传的范围 是很广的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说 有两次 教会有两个时间点 会被建立起来 那就是两次 第一次是指着使徒时代 按照圣经的预言 一定会有第二次 那第二次 会有一群跟使徒时代的真理 那个大旗要一样 同一个大旗 也是传达使徒的教训的 这一个教会会出来 这是圣经的预言 而且他的范围是比 使徒时代所传的范围 还要更广 更宽 那这个 他甚至是传向全世界的 会二次伸手 这是神的作为 所以 十二节 他说 他会从地的四方 聚集分散的犹大人 那 那这就是指着神的选民 神的选民会从四方聚集回来 那我们看到 世界的四方 这个第二次的教会 会传到这么远的地方 那我们先放在心中 好像有两次 神好像会有两个时间点 建立他的教会 这是以赛亚的预言 第二个呢 同时期的先知 弥迦 他也是有传达这样的讯息 我们看弥迦书的第四章 弥迦书第四章 第三章 对不起 第三章十一节 弥迦书第三章十一节 弥迦书第三章十一节 十一节 首领为贿赂行审判 祭司为雇驾施训回 先知为银钱行占卜 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 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 灾祸必不临到我们 所以因你们的缘故 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 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 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 我们先看到这边 这边看到 西安 十二节讲到 因你们的缘故 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 那会变成 耶路撒冷也是指着神的教会 那西安也是指着神的教会 那我们看到神的教会 怎么好像堕落了 变成从乱堆 变成从林的高处 那本来神在这个诗篇有讲到说 祂要住在这里 祂要选择西安 祂是祂的安息之所 那可是既然选择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 好像看到这个教会 这个西安他堕落了 因为十一节有讲到 他们当时选民的罪 使得这个西安变作乱堆 那我们刚刚讲到 西安可以指的是指着神的教会 那有一段时间他堕落了 那我们马上的一个转折 我们看到第四章第一节 四章一节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 必坚立超乎诸山 高举过于万里 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悔必出于喜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 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篱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阿们 我们看到第三章的结尾跟第四章 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喜安本来已经堕落了 但是第四章一节就讲到说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 那这个山在第二节有讲到 就是喜安 训悔必出于喜安 神的山 神的教会又再次建立 那并且他所出现的时间点是什么 末后的日子 那有些人说 这个是指责使徒教会 这是指责使徒教会 可是如果我们看看他的预言呢 他里面是说 神的山会超越诸山 高举过于万岭 那当时使徒教会只有一间 只有一间 那所以呢 也不像 也不像这个 而且第二节有说 必有许多国的名 会来到这个山 那当时我们知道 这个使徒教会虽然被建立 但是他们人数其实也不多 那也只有局限在 大部分是犹太人 那个时候是这样 那所以 这个情形也并不像 那 这件事情会发生点 是在 末后的日子 也就是 最后 耶稣基督要来之前的日子 末世 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样 那看到 高举过于万岭 那并且第二节 看到这些人 他们来登 神的山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样 他们是很高兴的 他们是说到 哎呀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登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路 因为训悔必出于喜安 他们来的原因是因为 神的真理在这边 训悔出于喜安 那表示说 因为当时 这个使徒的教训 训悔嘛 他已经堕落了 那所以 在这段时间的人 找不到真理了 找不到神的训悔了 那但是当神的山在末后 神的教会再次建立的时候 那些人听到了 哎呀 神的真理 所以呢 他们来是因为神的真理 就聚集 那并且只有一座山 就是一座 那全部 大家就会因为神的话在这边 因为真理来前往 那就像是刚刚 我们以赛亚书所读到的那一段 他说在二次伸手的时候 会再树立大旗 大旗指着真理 所以 第一次 第一次的这个教会堕落了 那在第二次末后的日子 真理会被再建立起来 所以 从两个同时期的先知 我们可以看到 同样一种讯息 这是神的一个启示 所以看到的就是两次 教会有两个时间点建立 一个就是在使徒时代的教会 但是最后我们知道他堕落了 那 末后的那个教会 还有 就是最后那段时间 一定按照圣经的预言 要有一个 一定要有一个神的教会会出来 会高举过于万里 那我们放在心中 有两次 神建立教会的时间点 有两次 那这是圣经的预言 那如果我们从圣经的预表来看 预表就是 神在旧约已经预先表明了 有这些事情 那 那我们再来看 那从两件事情来看 第一个预表 我们从雨 下雨的雨来看 来看这个预表 我们先看河西阿书的第六章 河西阿书第六章 在但以礼书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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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 和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 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却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像干雨 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这边先知讲到 那他有讲到 有讲到说 神出现的时候 就像干雨一样 所以神出现如雨 这个是选民有的一个观念 神就像雨一样来出现 那在其他的 像是以赛亚书 也是这样子讲到 雨水下来 那神的话就像这样不复返 那所以也可以表明 神的一个话语应许 那我们看 那从旧约去看 神对雨的一个控制是怎么样 因为神掌管万有 那所以大自然的 所有一切都是神掌管的 那他有特别强调雨的这件事情 那会不会降雨是神决定 我们看这个生命纪的十一章 生命纪十一章 十三节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尽心尽信事奉他 他必按时将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 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 薪酒和油 也必使你吃得饱足 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偏离阵路去侍奉敬拜别神 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使天闭色不下雨 地也不出产 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美地 速速灭亡 阿们 这边看到神对雨的一个控制 那取决于什么呢 选民有没有遵行神的话 如果使你们遵行神的话了 侍奉神 十四节说他会按时的将秋雨春雨 那这个秋雨呢 就是他们在十月的时候撒种 那春雨是收割的时候 大概在三四月的时候 那就是主要的两个雨季 秋雨春雨会给你 可是如果不听神的话 去敬拜别人神 十七节说他会使天闭色不下雨 所以在选民的历史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如果您也是有 有在常常阅读圣经 看到圣经当中的故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以利亚的故事 以利亚的道理 这个就是这样之后 当亚哈王 那已经他们带领选民的这个王已经偏离了神的正道 去侍奉别神的时候 神就差以利亚去跟亚哈王说 因为你的缘故 所以我这三年我若不祷告 就不降雨 那会有饥荒 后来真的雨就不降了 因为选民的罪 那他又在祷告 使选民的心回转之后 雨在这个火降下之后 那后来他在祷告雨又降下来 所以 这个神控制雨的关系 是看选民的 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 所以在耶利米苏当中也是记载 那些因为当时的选民 已经偏离神了 那所以 一样 因为偏离神 离弃神去犯罪 拜别的神 所以 饥荒来了 不下雨 这个在耶利米苏里面也有看到 那 我们要讲到说是 雨呢 是预表着圣灵 我们看这个约尔书的第2章 约尔书第2章 约尔书第2章 他在和西阿苏的后面 约尔书第2章23节 二十三节 喜安等民啊 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欢喜 因祂赐给你们 和宜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 春雨 和先前一样 我们看到28节 以后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奇事 有血有火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耶和华 大而可畏的日子 未到以前 我们看到这边 从约尔先知的预言 他从23节就有讲到说 神会赐给你 和宜的秋雨 那在四下甘霖 就像秋雨 春雨 又讲到的是秋雨跟春雨 两个时期的雨的降临 那这个 根据这个 巴勒斯坦他们的地形 的气候雨 那中间 这两段雨季 中间其实也有一些 片片的雨 那有时候会下这个冬雨 那根据 这个是雅各 二章11节有讲到的 他们会下冬雨 好 可是 这边 既然中间还有这么多雨 可是呢 这边 这个先知只有预言 两次秋雨 和春雨 那表示有神的意思 神 就是只告诉大家 两次的雨 那后面 他28节有讲到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在 这个凡有血气的人身上 好 那所以如果我们有看到了这个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 当他们第一次得到圣灵的时候 哇 使徒彼得就站起来做见证 那他就是引用这一段 约尔先知的预言 他就说 哇 我们得到圣灵了 那所以他就引这一节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 神要将他的灵浇灌 好 那前面有讲到雨 所以我们可以说到雨 预表着圣灵 好 那因为 他就是讲到有两次 秋雨和春雨 你看 我们一直看到一个讯息 两次 神的教会 要由圣灵来建立 当使徒教会圣灵降下的时候 建立了使徒教会 那我们这几天有讲到教会堕落了 可是他会在最后的时候 再次兴起他的教会 会再下 晚雨 这个就是 早雨和晚雨 那在晚雨的时候 会建立他的 真教会起来 我们一直看到两次 所以如果我们 有读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 在以赛亚书第五章 就有讲到神的这个葡萄园 那 他有解释 葡萄园是表示他的选民 可是因为选民他犯罪 所以呢 这个葡萄园 神说他不要再保护他 让他失望了 所以就撤去篱笆 长出荆棘 那并且呢 雨就不下在葡萄园那边 那但是到了以赛亚书27章的时候 看到这个葡萄园复兴了 然后他有讲到雨又再降下来 浇灌他们 所以同样的预表 两次 就是两次 所以神的教会 真的 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 两个时期的建立 我们再看第二个预表 第一个预表我们讲到的是雨 那第二个 讲到神的教会 有两次会建立的预表呢 我们谈圣殿 圣殿可以预表神的教会 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二十一节 约翰福音第二章 二十一节 我们看二十节 二十节 二十节 犹太人便说 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 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二十一节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阿们 这边有讲到 耶稣说要再次建立他的殿 那二十一节他有说到 他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那如果我们从第一天 就一起来收看我们学习圣经讲习的这个统领 我们应该知道 耶稣的身体就是指着教会 这个是圣经有的根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殿可以预表神的教会 这个在当时在旧约的时候 第一个殿是所罗门所建立的 他建立了这个殿的时候 祷告了 神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 那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也说 他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他要住在他们中间 道成的肉真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这个可以预表同样的一件事情 当所罗门第一个圣殿建立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有读这个旧约的历史 我们看到虽然猎亡起来 可是后来因为一样离弃了神 那最后呢导致他们被掳 圣殿被毁了 可是在这个以色拉记之后 他们又说要神感动外邦人古猎亡 帮他们兴起回去建殿 所以第二个殿就可以被建立起来了 但是当第二个殿建立起来的时候 有一位先知叫做哈盖 那他就讲了一句话 我们看哈盖书的第二章 在西方亚书的后面 哈盖书第二章 第六节 哈盖书第二章第六节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 沧海与汉地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 我必使这殿充满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第九节 这殿后来的荣耀 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这地方我必是平安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阿们 这边先知哈盖在建造 要准备归回的时候 要建造第二个殿的时候 那从神来的启示 跟他讲说 他会再一次震动天地 万国的珍珠会运过来 那并且第九节说 后来这个殿的荣耀 会大过先前的荣耀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 我们若了解这个选民的历史 第二次回来建殿的这个 我们说物质层面 因为所罗门他第一个圣殿盖的 实在是太辉煌了 那以物质的层面来讲 这个殿没有比他还要好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刚刚从这边来讲 圣殿预表神的教会 那我们看到一样是两次 所以第二次的建殿 我们会预表就是 神的教会 两次时期 那第一次 第一圣殿预表着 使徒教会的建立 第二个圣殿预表着 末后有个真教会会出来 那他的荣耀 会大过使徒教会 然后又是看到两次 所以我们若是看到 这个以西结书先知的预言的时候 从以西结书第十章开始 看到因为选民的罪一样离开了 那神就离开 神的荣耀 神的荣光就离开了圣殿 那就第十章之后 就看到这选民就已经颠沛流离 或者一直得罪神 神要刑罚这样子 但是到了以西结书的四十三章 又看到神的荣光从东边来 那神的圣殿又再次被建立起来 你会看到都是两次 一次十章 第二次四十三章 那这都是预表着神的教会 两个时期的建立 那并且从以西结书四十章过后 你看到现在没有一个圣殿盖的 我们说真的没有盖成这个样子的 那因为那个是表示属灵的殿 就是神的教会 最后第二十期建立的这个教会 荣耀会大过先前 所以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四十章过后 到最后 我们看真的很荣耀 最后一句他就说 这门上面就写着 耶和华的所在 神住在这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主题 就是教会由两个时期来建立 那我们有谈到说 这个圣经的预言 有先知预言 那先知他的预言呢 他很多是指着 末后这段时间的这个预言 那我们看了 有以赛亚的预言 还有弥迦的预言 看到预言有两次 神的教会有两次时间要建立 那又从预表当中 看到雨也是下两次 秋雨和春雨 那圣殿也是第一殿跟第二殿 那第二殿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 所以圣经的一再的指明 两次教会的建立 那时间呢 第二次的建殿 第二次神的教会呢 发生的时间点是在末后的日子 那并且呢 这个教会兴起了 他的扬起的这个真理呢 他的大旗啊 要跟第一殿所传的是一样的内容 也就是传使徒的教训 并且他的荣耀 我们看到就是如果以赛亚的预言 他的那个范围啊 传的范围是很广的 比第一个时期还要广 那并且要由圣灵来建立 就是第一次是秋雨 第二次是春雨 早雨晚雨所建立的教会 那表示说一直看到有两次 那到底这个末后最后这段时间 一定会有神的教会会出来 那到底这个教会 是从哪里出来呢 并且这个教会 是什么教会呢 盼望我们可以 明天可以继续来查考 明天我们就要来谈的 末世真教会从东方来 这个也是有圣经的应许 恳求主赏识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可以在领受真理之后 对神的教会有盼望 想要来找寻那个末后 所兴起的末世真教会 今天分享到这边